大家好,今天周六,那开罚单又来了,今天 这位小哥呢,上个月可能是给他开了一张罚单 现在他又过来查他的执照 这一次呢,他是有执照的 但是,可能执照不是他的名字吧 待会就把船部都要收起来了 要不然他说,待会再过来呢,就会开罚单给他 给他一次机会吧,可能 再唱简单对他来一下 听说年龄 Bataville 这个和许值 Nicki女王 一起针��跟你说asm 泪子 打杉妹 那这位小哥呢开始收了 还有个边那个档口也要收了 想到啊礼拜六来抄牌 那赶紧收了 刚才呢那个卖菜那个 他有执照 但是可能不是他的名字吧 叫他赶紧收 要不然就会开法单了 那都收了都收了 我去看看他开法单在哪里 哎 抄牌的警察不知道在哪里 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他 所以呢我们现在走过去 一三九二 前面这栋楼呢以前是法拉圣墓 你看盖好了呀 这里的看口非常贵 现在越来越贵了 穷人买不起了 只有有钱人买了 这家卖点心也挺旺常的 哇这么多人 你看 这家叫什么呀 哦 顿省啊 可能有优惠吧 对面这里就是 看到没有 拉扯一点看看 拉扯一点看 可以 阿拉扯最近也盖了很多 大楼 共有公寓 刚才这家就是敦省海鲜酒驾 仅是有这么火爆 对面这家酒店 公寓还有城所 商业区 二三楼都是商业区 现在酒店也开始忙起来了 这里是一三九五啊 马拉松酒店都不好做了 新闻报告了 有一个住客 足足住了三十天 给了二十 二十多天的房租 现在赶不走了 开始不交房费了 警察报警了 警察也拿他没办法 真是美国天下奇闻啊 美国法律只要你住上三十天 你就不能赶他走了 就算是长期住客 包括酒店 你说是不是开天大的玩笑啊 对面这里是南翔小笼包 这样子的话酒店的生意还要做吗 这回难搞啊 赶都赶不走啊 这家银记长粉之前也买过的 评语说呢 非常价钱也有点高 所以看来生意都不太好 基本上都是排队的 现在没排队了 法拉生最近也有很多商业大楼啊 哦哦 这位也被抄牌了 靠抢的 停一会也不行 难找吃啊 最近法拉生也盖了很多大楼了 你看 这里的后面更多 看到没有 我对面呢 就是云吞妹 他们推荐我来吃吃看 他们说这个 这里云吞妹的 云吞呢非常好吃 下回有时间呢 我就会过来这里试试看 云吞妹 客人挺多的啊 在外面你看 还有人在排队是吗 对面这家烧串 到底有没有开 不知道马路 边边 这家装修很有特色 你看 哈哈 这里是小的停车场 停车场已经盘满车了 最近呢 在Quins Closing那里头呢 停车位已经关了 所以呢 没有停车 没有停车位了 所以 现在法拉生怕车也非常急 这里是喜来登酒店 工人正在装修 他的蜡笔呢 完全改过了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重新装修了 你看 都换成玻璃了 这里是39大道 39 Avenue 那这家呢 我已经拍过的 霧洞 海南鸡饭 他的鸡饭实在不错的 可以 可以尝试一下 今天就不买了 今天就不买了 这里是缅街啦 39 Avenue缅街啦 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 下回见 OK 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